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又为大家请到了台湾的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也是研究中共的心理战的专家,政治学博士,简余燕。余燕,你好。 余燕,你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余燕。 现在台湾的感染的人数是特别的多,按照中共的话说,台湾的疫情是失控了。 那么在这种时候,中共它不会放过这种搞宣传战的好机会,它最近肯定是会采取很多的动作。 余燕,它就收集了这方面的很多的资料,研究了中共的一些宣传战的心理战的一些做法。 我想今天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台湾的疫情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中共又采取了哪一些的宣传战的一些措施,对台湾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是,一鸣兄,你们美国现在已经,大家没戴口罩了,对不对? 现在美国,美国加拿大是完全开放了,连边境都开放了。 对,我的朋友在英国,英国首相Johnson,他就第一个就宣布说,即便加户病房还有多少人,可是我们就解封了。 我们都知道全球在走的都是一个跟疫情共存的最后一里路,对不对? 就我们来说,COVID-19在我们录影的这两天都是6万6,6万5,6万1的感染人数。 在台湾来说,这算是非常高了,因为台湾人口是2300多万,但是整体而言有99.7都是属于轻症无症状的。 当然在死亡率的话,一天,昨天是19人,前天是40人,已经都是我们这三年来的新高点了。 但我们心里都做好准备了,知道疫情的最后一路,你如果继续清零,继续隔离,那么我们一辈子难道都要去打这个疫苗吗? 而且这个疫苗从第一针可以撑六个月,第二针第二剂三个月,到第四剂据说只有一个多月而已了。 所以你当然为了整个疫情来说,必须要开始慢慢的逐步恢复国境,然后大家希望能够跟疫情和平相处。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种时候,中国最近的北京和上海情况我们都很关切。 可是这两天,我们只要,我们讲中国人家不一定能理解,我们讲金小胖好了。 北韩这几天,他们的人数也到了说几十万人了,几万人了,人数团暴增。 可是好笑啦,在北韩,独裁国家,他不准人民说这些是染疫者。 他们要叫什么一平兄,你知不知道? 发烧者。 发烧者已经多少了? 他不准说这是感染者。 他们国境都是封锁啦,他们一来,他们全国人民都不必打疫苗,也不会感染。 但现在突然,大家就是发烧者了。 我们就看一个独裁国家,有必要就是不讲我们得了武汉肺炎,得了COVID-19,有需要叫发烧者吗? 就我的地上来看,我觉得这和上海,以及甚至北京,说要封城,要隔离一样。 这是很好笑的方式,为什么为全国家都是要用一些特别限制人生自由的方式来面对疫情呢? 所以我当然多数的台湾人都认同说,最后一里路了,我们必须面对疫情,我们不能再隔离。 不要大家每个人都去打第四剂、第五剂的COVID-19的疫苗。 可是呢,当然就这个北京,或者是中国的大外宣政策,当然不是这样。 这两天在台湾有部分媒体,的确配合这个红色媒体,他们开始每天的分析,我举手来说中国时报、联合报,在社论上面就讲, 哇,陈时中糟糕了,台湾的疫情已经到了,感染人数已经到了全球第三。 比这个数字不是很好笑吗?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比韩国,南韩人家最高点的时候是62万人。 那么台湾怎么现在即便到了最高点6万多人?你要说它是全球第三,在此时此刻,当然是不尽公平。 所以这是台湾的部分的媒体,就是标准喜欢唱衰政府。 但在台湾对我们来说,这还算言论自由。可是我就看了这是新华网,中国啦, 新华网每天从5月8号,5月9号,还有包括人民日报,以及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的这个胡锡进,他不敢去对自己的国家的上海的政策,北京的政策,他骂一下就赶快收回了。 可是像环球时报,这些的媒体每天都唱衰我们台湾。 新华网的这一天,5月8号他就说了,台湾疫情居高不下。 他就说,大家都在过母亲节,只有你们台湾,温馨不起了还。 然后他说,现在连请妈妈去哪吃大餐,台湾人好可怜,都不敢请妈妈去吃大餐。 他骂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那你们上海人都去哪里陪妈妈吃大餐? 妈妈是不是都被送去方舱医院了,是不是呢? 然后接下来,这篇新华网他就说了,他说台湾已经笼罩在确诊黑树里面了。 这个问题,台湾的数字已经是够公开了。 死了多少人,哪里送医院,几乎每个地方都是网络上透明的。 没想到今天是一项是有黑树的北京还有上海的媒体新华网来笑台湾说台湾的量能是黑树。 然后接着他说,台湾的死亡潮已经来了,所以温馨的母亲节已经变掉了。 这看起来好像真的很严重。 事实上,死亡率一天19人,其实就整个国际来说,我觉得情况还是勉强OK的。 那当然,这几天除了环球时报,这些的媒体在笑我们之外, 最新的讯息其实是我们的国安局长陈明通,他就在立法院里面, 国安局长陈明通他在立法院去报告了,说现在中国对台湾的统战, 尤其是网络统战,还有例如说去培训台湾网红来影响台湾人的认知作战,非常严重。 那么今天这也是第一次,就是陈明通在立法院坦诚, 他说,国安局,就是中国的统战部门,包括大外宣的, 包括他们的国台办,还有中宣部, 他们现在透过APP来影响青少年认知, 他坦白说,国安局是开始掌握这件事情,密切留意。 那怎么说呢?是因为大概这几天的时候, 中共官方主导了一个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就是上个礼拜在中国杭州登场, 他请了一些网红,其实从我的立场来看, 这些所谓中国的网红在台湾知名度真的不高, 最被吵起来的,当然有一位叫做台湾表妹的李小姐, 我们会知道呢,都是因为她每次都在中国说, 哎呀,中国怎么这么进步,我都要惊呆了, 那一传回来台湾的网络就一片善笑, 觉得怎么这个梅亚这么平常不看书要看电视, 怎么到了中国去专讲一些蛮好像很奇怪, 金鸡之蛙的话, 那当然这些陈明通他是公开说, 他说像台湾表妹这一个中国人栽培的台湾网红, 或者有几个说叫做韩国人, 韩是韩冷的韩,叫张绍群等人, 他是说这些人国安局已经掌控了, 例如有一个中共培植的在中国的一个网红, 上次就试图说乌克兰要撤人的时候, 他根本没在乌克兰, 他就讲了一些配合统战的话, 那我们国家的国安局呢, 他是说他们现在根本的做法就是面对中国传谣言过来的时候, 或是讲假话过来的时候, 或者发布一个统战网红的时候, 国安局就是第一时刻把现象, 例如说他讲的是错的, 他是讲的, 他第二个就是讲他如何操作, 例如说这是网红拿中国的钱呢, 或者他是透过推特脸书来贴过来, 一次散布多少, 我们的国安局长陈明通, 他也是我的老师之一, 陈明通老师他说他会跟国人揭露, 但是是不是涉及法律, 他说会尽力掌控, 但是未来法律与否还是由国安, 这个相关的法令主管机关为主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其实还相当严重, 从我的立场来看, 相关的法令这两天正好在我们台湾潮得沸沸扬扬, 因为我要请教一平兄, 你知不知道台湾有一位人权工作者李明哲, 他只是进中国, 就是还没有做什么事情, 结果他就被中国关起来了, 你知道他关了几年吗? 我知道, 关了五年, 他以前还没有关的时候, 我就在一些网络群组里面, 碰见过他, 但是没有直接的交流, 我知道他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比较关注, 跟中国国内的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交流, 在网络上面的交流, 他五年之前进去的时候就被抓了, 然后在监狱里面关了五年, 这件事情呢, 他出来之后, 我非常佩服他, 还是在勇敢的发生, 在五年当中啊, 没有把他的意志给消磨掉, 没有把他给心理上打垮, 所以这个相当了不起。 对不对, 其实他真的没有做什么事啊, 我曾经访问过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真的非常了不起, 他的太太当时就是主张说, 他一定要强力救援他, 他的太太曾经说过, 他说在独宰者面前, 你如果跪下来的话, 他还嫌你姿势太高了, 他就是会要你趴下来, 所以他太太成功救援了李明, 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李明哲光五年嘛, 对不对, 如果同样的, 像你看这一些, 对台湾来, 圣斗台湾, 颠覆台湾, 或者在台湾造谣, 甚至造离谱谣言, 到底关多久呢, 我现在就要讲,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最新的判决, 也就是新党的王炳忠, 他是新党的成员, 在台湾蛮出名, 因为他以一个台南人子弟, 他讲话都要, 北京都要卷舌, 他还在电视上要唱, 中华民国颂, 还唱到破罗赏来破音了, 那前两天台湾的高等法院有个判决, 就是判决王炳忠先生, 他证实拿了中国的国台办中宣部的钱, 这个都坦诚了, 王炳忠都承认了, 他拿了他五百万还一千万, 而且这里面王炳忠也坦诚说, 他只要找了军人, 现役军人促膝长谈, 深入谈心, 国台办会给他十万块钱, 那他如果跟军人或什么, 要到进一步的入会级, 参加中华什么爱女童心, 什么爱国童心会什么的, 反正参加一个协会组织, 这个国台办也会给他, 这个大概三万元, 一万元不等, 那甚至只要脸书打卡按赞, 也是可以领个一千块三千块左右, 这个都是双方都坦诚, 又写在判决书, 可是难以想象, 最后台湾高等法院说, 这个效果没有能很好, 虽然双方都坦诚, 也是给了钱, 拿了钱, 但并没有达成对台湾的阴谋破坏, 因此呢, 所以判决了王炳忠无罪, 哇, 这个事情让台湾, 其实尤其让我们这些专门研究大外宣, 网络谣言, 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者会觉得, 哇, 那这样还研究什么呢, 你接下来他怎么样颠覆你, 他渗透你的军人, 拿钱给军人了, 拿钱给中间人了, 完全都无罪, 那据我所知在美国的话, 美国在很早就通过了代理人法嘛, 对不对, 是不是, 而且他们认定中国的这个新华社, 人民日报, 这些都是属于中国官方的代理人, 他不属于新闻媒体, 所以他们没有具有新闻自由, 在民主的美国, 他是必须要成为外交人员, 层层受限, 是这样没有错, 对不对, 对, 像王敏忠的这种行为, 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国家, 都都是很标准的间谍行为, 这是很标准的叛国罪, 他不仅仅是外国代理人而已, 外国代理人像在美国, 他指的是那些新闻机构, 他对美国的公众发言, 但是美国要保证他的言论自由, 即使是外国政府, 所以就跟他贴一个标签, 让公众知道, 他是代替外国政府发言, 这样子既能保证了言论自由, 但是又能让公众有一个知情权, 但是王敏忠这种行为明显的不一样了, 那台湾的高等法院, 为什么会有这么离谱的判决呢? 我们都一直有个笑话, 其实我认识很多基层法官, 都还不错的, 可是大家还是常常觉得说, 高等于法院是不是还是国民党开的, 那以我个人的判断, 我其实认为高院很多的法官, 到现在还觉得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属于一个中国, 那对他们来说, 那是属于大陆地区的人, 来跟台湾地区的人交朋友, 虽然他可能是有所收受, 可是所以他最后会判决说王敏忠没罪, 其实在我们台湾这个判决已经引起了哗然, 那这个是可受公平之事, 可是一平兄, 扣除这个判决, 我个人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是另外一个台湾第八负责人的一个判决, 那我想海外, 我不知道海外的朋友知不知道第八, 但是以你们, 就是尤其我们很多的网友, 都是从中国翻墙出来, 收听一平兄弟的节目, 我想他们一定非常清楚, 在百度的第八, 历史皇帝的第八是八台的八, 百度第八, 他们的网站是有两千万人追随的, 那我自己常看, 我会看到观察到的是微博第八, 他是有153万铁粉的, 那当然在台湾散布谣言的脸书第八, 这个人当然是很可恶, 这一次呢, 是花莲地方法院, 大约在十几天前面, 出现了一个判决书, 那花莲地方法院, 发现了有一个台湾人, 他就是台湾的脸书第八的台湾负责人, 他姓尹, 叫做尹桓城, 城是工城的城, 那这个尹桓城, 他是台湾花莲人, 他的确取了一个中国的配偶, 一个陆佩妻, 那他们两个人呢, 在台湾, 判决是主持, 这个尹先生他在台湾, 经营台湾的脸书第八, 是属于台湾负责人, 他在网络上造谣, 他说什么呢, 他第一个, 他在李登辉前总统还活着的时候, 他就说, 在网络上说李登辉已经辞世了, 哇, 他对于长者这么不敬, 而且他说他辞世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已经感染了COVID-19, 我们那时候非常生气, 所以就有人开始告发, 这个台湾的第八的负责人, 但是在这个之外呢, 这个人还造谣, 他还说, 这个响应总统也感染了, 很恶劣吧, 但他写他感染的时候, 他更下流, 他还说, 可惜这个蔡总统, 他怀孕了, 所以现在必须紧急流产, 真是非常不幸, 因为就是这种低级的谣言, 他另外还去写了这个其他谣言, 例如说, 台湾现在在小巨蛋下面, 已经有上百具尸体了, 这是两年前的谣言, 他说这是因为, 整个疫情已经很严重了, 大家都在掩盖疫情, 所以上千具的, 在台湾已经有八, 上千具的遗体, 已经埋在小巨蛋下面, 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就是很不合理, 还有更低级的, 这个人的谣言是说, 我叔叔是民进党议员, 我偷看他和高嘉瑜的视讯聊天, 说台湾已经有死亡500人了, 只是蔡英文政府不敢公布, 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低级谣言, 他还讲说了某议员, 其实是小命的私生子, 就是让人家非常生气的, 结果前两天, 一看花莲高等法院说, 此人的确罪证确凿, 但他已经坦然认错了, 所以花莲法院判他只有三个月, 更异谱的是他的太太, 去偷别人的证件, 卫照文书, 在网站上极劲骂台湾, 吹捧中国, 结果他是判缓刑, 缓刑也就是没有事, 他是卫照文书耶, 那当然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台湾都骂得很严重, 花莲地方法院是说, 在台湾担任第八中央军团, 第八根据地的脸书社谈管理, 的这一个隐环城花莲男子, 还有他的太太叫刘慧, 每天都在假帐号假讯息, 而且更严重的是, 2019年8月的时候, 他到中国江西, 接受中国专业的网军训练, 来到台湾之后, 他奉命在总统大选期间, 还有在疫情期间, 特别散布假讯息, 故意要制造台湾的混乱, 让台湾人民彼此不信任, 所以, 花莲地方法院依法, 判他三个月, 哇, 我看到这个地方觉得好难过, 他的太太刘慧, 依未赵文书罪判刑40天, 缓刑两年, 换言之也说, 这两个人现在逍遥自在, 在台湾过得快乐无比的生活, 那当然这个比刚刚一平兄所说的, 高院去判王炳中无罪, 这个事情更让我们傻眼, 因为其实就在十几天前, 微博第八, 就另外一个第八网站, 微博第八, 他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新闻, 我是在好几个你们的微博的上面, 看到了网友在留言, 他们就是发现, 中国不是现在实施一个, 所有微博IP都要显示账号的这个事情吗? 你知道这强制出现吗? 所以一出刹那, 因为像第八这个仇恨值很高的, 这样的一个网站, 大家就赶快去看, 你是江西吗? 还是你是受, 因为听说第八就是受共青团指挥训练的嘛, 那共青团当然, 程度大概是比较青少年, 所以大家就等着看, 到底第八微博他的IP在哪, 一出来之后, 中国广大的网民据说都惊呆了, 因为出来的微博第八的IP, 竟然是在台湾, 所以那一天IP在台湾之后, 我有一些翻墙的网友, 他就跟我有些讯息, 然后他们传回来, 就是在中国大家人生杂踏, 大家就觉得怎么可能仇恨值这么高, 而且当时的微博第八, 他在2019年的时候, 是率领所有的第八的这些的乡民, 直接进攻香港, 要去反送中, 然后去严厉谴责香港的朋友, 所以在整个网络上面, 中国网民就说, 搞了老半天, 原来微博第八的IP, 是这在台湾, 原来第五重队的指挥中心, 就是在台湾, 那原来这个IP在台湾, 那整个台湾到底有多少第八军团呢? 那个时候网络湘明是这样的, 他说, 那我看看你们民进党政府, 他是说, 我怕他是不要活了吧, 李明哲来到中国, 一次判了五年, 他什么话什么事都还没有做, 那第八军团, 从2016年2019年到现在2000年, 到我说刚刚2022年, 还在说小英是怀孕的这种低级谣言, 所以中国乡民说, 大家要惊呆了吧, 恐怕民进党政府, 这下怎么可能容得了第八, 第八的台湾负责人还活得下去吗? 我看了之后, 心里就隔了两天, 就是看到花莲判决书, 发现台湾第八负责人只侵判三个月, 我想中文明真的会惊呆, 因为怎么会说还活得下去吗? 我们政府好整以暇, 即便我们有很多的法令, 可是似乎看起来对于这些中国网民, 网军, 尤其是像标榜民族仇恨, 还有我来看这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最标准的研究标的, 第八这个事情, 我想台湾政府的确是高, 也没有高高举起啦, 就是可能没有把这个件事当一回事, 所以会让我们这些研究者非常非常担心, 怎么会觉得担心呢? 百度第八, 下面根本分成了六个纵队, 它一方面收集我们台湾的言论, 一方面还会找外语来翻译, 甚至在把我们攻击完了之后, 还会清理战场, 例如说他会去各个网站检举我们违法, 比方他说他就会找三立电视台, 他就会去我们的NCC里面检举三立电视台, 里面反骂回去等等的, 甚至呢, 他们还会去找, 第八还会去找人来帮忙, 找他们台湾第八的脸书按赞争响, 这些都是十余年来, 对于这样的一个, 属于共青团下面的网站, 第八网站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情况, 那但是你看讲到这里为止, 一个共青团跟中国官方有明显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网站, 他对我们台湾的脸书电视台, 不管你是百度第八, 唯独微博第八, 或者是脸书第八, 对我们台湾极尽嘲笑, 放了很多的谣言, 然后到处去出征, 就我刚刚所说的, 网攻台湾, 网攻香港, 出征香港, 他说是第八出征, 一定要寸草不生, 要搞到这些电视台啊, 还有政治人物的脸书全部都当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台湾的网友, 其实对于这些是非常生气, 但网友当然也很有高度智商, 他们就回过头来去笑说, 什么第八出征寸草不生, 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看到你们这些低级的言论, 我们只能说第八出征, 我们笑到网生, 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无奈的, 那么我刚刚就是从, 你看我们从网络一路谈过来, 其实这样的一个第八出征, 最小不生, 从2016年的网络攻击, 到2019年的时候, 进攻香港, 到了现在2022年, 根本发现, 第八根本不是中国的网友, 已经是全面, 由共青团直接受训, 训练台湾的人, 然后把台湾年轻人, 训练到仇恨感十足, 造谣低级下流的谣言, 来台湾制造错误的疫情, 当然这里面最遗憾的还是, 王秉忠, 台湾高院判无罪, 然后这一个第八的台湾负责人, 你们中国网友都说, 民进党政府会让他活吗? 不好意思, 不只让他活, 而且还只轻判了三个月, 他的太太还缓刑没有事, 这个就是现在, 台湾跟中国之间网络攻击里面, 有一些很不对称的事情发生了。 那您看这次这个俄乌战争, 乌克兰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虽然还是制度上很不完善, 但是性质上已经是自由民主国家了, 那么当俄国入侵它的时候, 它是在全国境内已经把所有的俄国宣传站全部给屏蔽了, 在台湾, 大家也面临着中共的一个威胁, 跟几年之前的乌克兰是处于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那么我想请教的是, 民进党政府或者是说台湾的国会, 会不会接受乌克兰的这种经验和教训, 现在就开始超前部署, 把中共通过这个法律, 通过制度, 把中共的这个宣传站给遏制住,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台湾的立法院能不能够制定一些新的法律, 现在的这个台湾的法律, 对于中共的这种宣传抹黑的, 甚至是对中共的这个渗透的组织, 间谍组织这种可以说是网可漏吞舟之鱼啊, 这种法律能够应付得了现在这么紧张的这个局势吗? 如果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那么将来中共万一哪一天呢? 他们真的跟普京一样发疯了, 想攻打台湾的时候, 他们培养了这么多这个内奸, 组织了这么多的这个第五纵队, 那将来会对台湾一定会造成损失啊, 我当然我相信台湾肯定不会沦陷, 那一定会抵抗得住, 但是多一个内奸, 那就多一份损失啊, 是, 有没有可能提前遏止它? 你讲的实在太好了, 大外宣的宣传站, 战争的地点当然不是台湾海峡, 现在这样的宣传站, 此刻就是在台湾街头巷战之中, 而且以我来看非常非常严重啊, 如果你看第八的负责人就在台湾了, 他这几年来, 他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 他一定是一群人嘛, 而且依据学者研究, 任何一个第八的一个军团, 他里面至少分成六组, 这里面有造谣组, 有资料组, 有检局组, 善后组, 有前线组, 有后面组, 所以他当然不会是一个人, 他少说是30人, 20人嘛, 对不对? 既然我们只抓到一个人, 也只能判他三个月, 所以到我们的立法院里面有很多的好朋友, 多年来我为什么做这个研究, 就是我做研究之后提供给他们去执取, 那我们台湾当然也修法, 但是我们修过了国安会议开了很久, 所以也在两年前完成了国安三法的立法, 立法已经完成了, 他的立法时间是什么时候? 是2019年6月20号, 也是距离现在已经三年了, 但是前段时间才有官员在立法院打询的时候坦诚, 这三年来修法的, 第一个, 比方退休军公教人员如果做共谍的话, 要追讨终身奉, 然后提高涉密人员出境管制, 中资没有许可, 在台湾投资会罚2500万等等, 反正就完成国安三法的修法, 但是一平修, 修法完成三年了, 临人判刑, 起诉的是有几个, 但是像比方向心间谍案, 那很复杂的间谍案, 他就证明向心租了一个豪宅, 提供一家公关公司住在豪宅里面上班, 公关公司做什么的? 就是做网络公司,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嫌疑非常多的网络公关公司, 但最后送进了法院, 检方你不管如何起诉他法院, 一级的法院, 还有我刚刚说问题很严重的高等法院, 最后他说判语无罪, 刚刚的第八的负责人只是三个月, 还算是比较重的, 王炳辉无罪, 王炳忠也无罪, 向心他们也全部无罪, 公关公司也无罪, 网络公司也无罪, 所以这个问题当然是台湾的司法, 和台湾的人民的期待差距非常大, 所以到了小英总统这些年来, 他的民调支持度已经五成以上到六成了, 里面最低的那一个就是司法改革, 做得很慢, 但当然台湾还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也很深刻体会我们的司法院长, 法务部长, 通常他们都叫不动, 就是无法个案指挥, 可是对于问题很严重的法界, 不适任的法官, 甚至操守问题的检察官, 甚至我都认为,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法官, 根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五重队呢, 这样讲, 你会觉得我太严重了吗, 可是如果这些的第五重队, 来到台湾, 指挥台湾的网络公司, 在台湾制造族群仇恨, 那么接着造谣说我们总统或怎么样, 都已经撬辫子或怎么样了, 这样的谣言还不够严重吗, 你只是侵犯三个月, 这里面背后难道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你难道这些的法院是真正是觉得台湾可以让对手, 如入无人之境吗, 那我有年就是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 这几个国家常年跟现在乌克兰一样, 都是被俄罗斯所网络攻击的, 这几个国家都有做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每年都定期针对这些网络攻击, 还有网络谣言, 来做沙盘推演, 而且就是会互相提防他们, 那也会把对方渗透进来的, 一些有问题的网站都予以送法办, 相对于这一点来说, 我只能说我们台湾真的是太自由, 太民主, 太浪漫了, 甚至当第八的这个, 被侵犯三个月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觉得, 那是他的言论自由啊, 他要照谣言, 有什么不可以呢? 台湾的民主, 它是世界上这个排名非常靠前的, 应当是按照自由自家, 还是经济学人的排名, 今年呢, 那是全世界第八, 就是仅次于北欧的几个国家, 言论这个民主自由的程度, 但是呢, 很多大陆的民主派的朋友啊, 对此呢, 有一点, 这个不是太能够理解, 就是说台湾为什么会好像是, 是不是太仁慈了, 或者是说, 甚至是太大意了, 甚至是太天真了, 怎么在这个时候, 关键的时候啊, 会放任这么多的中共的这种势力, 渗透到台湾, 我想跟国内的观众啊, 网友说的是, 民主自由这个制度啊, 它是一直处在变动之中的, 而且一直是不完善的, 但是呢, 它一定有它的, 它有它的生命力, 所以无论台湾犯什么样的错误, 但是只要这个制度基本保持在这里, 那么台湾绝大多数的人, 它是不会上中共的仗的, 您刚才说的, 这么多的这个宣传战, 我相信在台湾起到的作用啊, 并不是说很显著, 并不是很显著, 当然这个网络渗, 就是这个间谍渗透啊, 提供这个台湾的这个秘密情报给中共, 这些肯定是对国家的安全, 对台湾的这个安全, 肯定是造成很大的损失的, 那我相信呢, 台湾的国安机构, 应当也不是吃素的, 应当呢, 是在紧锣密鼓的, 在暗中布置, 这一次乌克兰出现了有一个情况, 有意思的, 你看他们这个战争开始了之后, 他们在一些大城市, 尤其是在基辅啊, 哈尔科夫这些城市啊, 搞了好几轮的宵禁, 每一次宵禁呢, 他们都会抓一批人, 他们的国安机构就会抓一批人, 就包括以前的这个副总理啊, 还有这个资深的国会议员呢, 在战前没有抓的, 因为战争时期啊, 所有的这些, 以前收集到的这些人的这些猎记, 这些情报, 那个时候啊, 他们就必须得收网啊, 所以我相信, 中共一旦有武力犯台的这个举动, 那么台湾也会收网, 所有的这些第五纵队啊, 应当, 大部分的应当会被抓起来, 我补充一句话啊, 我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不同啊, 你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太天真, 那还是我们的国安局真的这么弱吗, 我们的法院这么弱吗,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台湾人这几十年来, 的确是从解研之后全面民主化, 台湾人民真的真的很善良, 那第一个,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碰过真正的坏人是什么, 在我们拿来里面很坏的就是蒋介石了嘛, 因为他在像美一岛这些关押, 可是他距离年轻人来说, 都已经是几十年的事情了,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台湾人的所有社会科学的书里面, 我们并没有学过, 这个威权制度是什么,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的脑海里面, 他们所认知的威权制度, 只是末期的蒋经国而已, 那我们没有受过一个系统性的社会科学训练, 就是威权制度的媒体, 他们是没有新闻自由的, 不是哦, 我们所受到的训练, 就是我是正统的新闻系的学生, 一路过来, 我们所受的新闻训练, 还有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科学训练, 都没有体会到说威权国家, 我们只觉得普丁不好, 觉得习近平权力很大, 可是我在, 像我在有几个好朋友, 他的小孩最近就录取了, 这大还有录取青大的, 还有要到福建念中医的, 即便到现在, 他们还是愿意送小孩过去, 那我当时我就劝他们说, 威权正体, 你要先让小孩就是讲话的小心会怎样, 他说需要吗, 人家中国已经很自由了, 其实他是对于威权体制的本质, 没有深刻了解, 我想当然了, 如果开战那一天, 或者甚至怎么样的那一天的时候, 台湾人当然会群起反抗, 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太晚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很需要更多类似这样的, 大外宣的实质的研究, 把它一层一层的曝光, 我想我们才会在所有的事情要发生之前, 真的抓出内奸来, 我们在民主社会是不能容许这一种, 蓄意破坏民主制度的, 我记得我的老师李友谭老师说过, 他说自由人, 有没有选择不要自由民主制度的自由呢? 就是我是自由人, 我可不可以选择我要威权独裁呢? 没有, 自由人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你当然你自己可以去到那一个国家去, 可是你在自己的国家, 要把民主自由的台湾, 去变成受到一个威权国家吗? 我想说多数的台湾人是不会接受的。 当你一个人, 你选择放弃自己自由的时候, 也是在放弃别人的自由, 所以说这种行为在民主国家也是应当禁止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 尤其是过去受过纳粹和共产主义的祸害的国家, 现在都是完全的禁止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宣传, 像波兰啊, 德国, 我希望台湾将来也走到这一步。 好,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做的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 简博士的这个他刚才的给我们提供的资料, 非常的详实论述呢, 也非常的清晰, 非常感谢简博士, 辛苦了啊, 也谢谢各位网友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次, 下个星期, 差不多是同样的时间, 咱们再见。 拜拜。 拜拜。